北投區文化國小 發生女童歌喉案後 校園安全引起討論 台北市長柯文哲 今天在議會答詢時表示 目前沒有打算恢復戶同專案 台北市警察局長邱鋒光則說 此專案在民國101年的時候 就已經取消 這根本是一場烏龍對不對 我沒有說 我在哪個地方下令取消都不曉得 所以根本就沒有的 你老兄下令取消個什麼東西啊 那一個月也不用討論了 所以這是一件很好笑的事情嘛 對啊 所以不要看報紙嘛 台北市長柯文哲 副台北市議會接受市政總質詢時 台北市議員請惠珠詢問 新北市副市長侯友宜 批評北市府取消互同專案 是最重要的缺失 這是警察局他們商量過 但是我覺得是這樣 我不會推給人家 因為他們商量的時候 這個要取消 所以認為建議我取消 我還是贊成他們的意見 所以我負責 不過剛說要負責 卻發現根本搞了一場大烏龍 不是我們取消的 不是我們取消的 對 台北市警察局長邱風光解釋 互同專案是95年教育部 警政署推出的計畫 是針對各級學校 加強交通疏導與維護周邊安全 執行到101年11月 警政署通令各縣市取消互同專案 因此從101年到現在都沒有互同專案 柯文哲強調女同遭殺害對她來說是一種壓力 因此不可以再生氣有壓力下做決定 表示目前已經成立專案小組 承諾在一個月內針對孝安做出專案報告 並上網公告 新唐靈亞太電視林家圍黃聽風 台灣台北報導 Sil唐靈亞太電視林家園